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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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总 外面 莫女士找您 没事 郭总 我不让她进 她非得进 郭总 外面 郭总 外面 你告诉我为什么 就是为了你口中的利益 利润 扩张 商业板块 还是就是为了报复我 你怎么会有这么卑鄙的手段 卑鄙吗 莫莉 记得在很早以前我就跟你说过 这是商场 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要治人 而不治于人 那就得宣法治人 我只是按规则办事 有什么不对啊 赶上战场 那就得赶死 你的规则是什么 没准良心 颠倒黑白 不择手段 良心 行了 别再给你的理想主义的失败遮羞了 我跟那个沐建峰不一样 我呢 不需要这种无聊的卫衫 在商场里啊 只有输和赢 没有高尚与卑劣之分 赢就是你 输就是输 对不对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呀 嗯 为了沐建峰啊 他输了吗 你不是很爱他吗 如果他输了 你还会依然爱他吗 嗯 其实啊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你就是想让我高抬贵手 饶了他 可以 这样吧 你把他一块儿带到我这儿来 你们两个人一块儿求我 那是 我这一巴掌不是为我 不是为沐建峰 是为舒教授 因为他不能发生了 不能缓解了 他死了 因为你们的恶意重伤 他带着莫须有的罪名 含冤而死 你说 你说什么 好 朱平死了 三十年 没有妻儿 没有继续 为了他心中崇高伟大的理想 他奋斗了整整三十年 荣誉是他的命 你知道教授在临走的时候 跟我说的最后几个词是什么吗 我没偷 我 我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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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如果华耀现在同意收购的话 瑞克的诉讼 别做梦了 郭东海 我不是来跟你谈条件的 我是来告诉你 华耀不会被你激化的 沐建峰更不会 你不是一直问我吗 你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如他 因为他活得堂堂成长 以前我可能不爱你 但是我尊重你 别人只看到了你的好出身 我看到了你的自律 你的奴隶 但是今时今时 你的所作所为 让我看不起你 你不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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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到他 你不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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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什么事儿了吗 我想请你帮华耀公司打一场官司 华耀 沐建峰那个场 对 打官司没问题 首先他得出得起我的律师费 只要你能亲自出手 你的律师费他出不起 我出 什么情况 瑞克集团诬告华耀侵权 你怎么能肯定是诬告你 你相信我吗 可法律只相信证据 所以我请你帮忙 他这个男生究竟有什么值得你这样被他付出 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沐建峰 还为了书评教授 一个在中国的通讯行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教授 因为瑞克的诬告 一气之下 走了 走了 他去哪儿了 去世了 对不起 你从小生在美国 长在美国 所以你可能不太能理解 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从小被教育要争气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 这个争气从来不光是为了自己 为单位争气 为行业争气 为国家争气 因为这两个字 我们在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都会不去不挠 也因为这两个字 我们说 这个东西是我们做的 就一定是我们做的 尤其是核心技术 你可以理解成 这是被植入我们脑海和胸海的一种气质 包括两单一星 包括中关村的那些高科技的公司 沐建峰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华耀 笼络了一帮有技术 有报复有理想的人 他们的理想 就是让中国的通讯领先世界 现在瑞克起诉华耀技术侵权 我认为是商业阴谋 华耀被欺负了 被一个强大的外资企业欺负了 所以我希望能尽我自己的一点力量 来帮这个忙 我不光是为了帮沐建峰 我想替中国人 我做得很高的 多个负运 怎么做得很高的 你的理由听起来很高尚 高尚有错吗 宝贝才有错 有道理 所以你愿意帮这个忙吗 你都这么说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 你又那么相信我 我帮你打赢这个官司 谢谢你 爸 很抱歉 帮不上您的忙 打这种知识产情的国际诉讼 我们没有经验 没关系 没关系 你要是在有这方面的朋友 一定要介绍给我认识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谢谢 我先走了 好好好 慢走 对方 就这儿啊 这也看不出来是个高科技的公司 对位 这可不能看表面的 我请你来了吗 我请她来的 我是看在茉莉的面子上我才来的 对位 在国际知识产权诉讼领域是非常有名的律师 他的合伙人是只跟跨国公司合作的 在华雅对瑞克的运速上 他会是秘密武器 好吧 对不起我 刚刚的态度很抱歉 我这几天实在是火上煤吗 那去我办公室好不好 好吧 这场官司的终极结果 输赢不重要 这场官司的终极结果 时间才重要 输赢怎么不重要 他们诉我们侵权 我必须要让他们还回清白 清白也不重要 清白为什么不重要 清白是人品 这是华雅的命根子 你华雅现在的命根子不是清白 是时间 这天没法聊了 这场官司你们华雅一定会赢 但当法庭还给你们清白的时候 华雅就已经死了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顾乘长 你能坐下来 听戴卫把话说完吗 不好意思 你果然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瑞克集团之所以会给你打这场官司 其实就是想用国际诉讼来托款你们华雅 像这样的官司 对于瑞克这种资本财团来说 还只需要一个专业的律师团的就够了 而你们华雅呢 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背负债务 经营压力来权力应对 对 请问沐厂长 你有这么多钱吗 所以说 官司还没有打完 华雅就已经死了 也就是说 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妄加指控对吧 对 打不垮你拖垮你 对于他们的每项指控 你都需要拿出大量的证据来证明 你们没有侵权剽窃他们的技术 这里面大部分的证据 还需要你拿到国际认证机构 来认证 才能成效 这里面产生的费用将会是天文数字 这还不包括你聘请的律师团队 要知道 跟你打这场官司 可是瑞克这种资本巨厄的专业律师团队 我懂了 所以说 现在你们华雅的命根子不是清白 是如何在诉讼期间 让华雅活下来 打完这场官司 照你这么说 无论怎么样 华雅都是必死无疑了是吧 所以我刚才就问了 你牧厂长有没有这么巨大的财力 让华雅扛过这段漫长的诉讼期呢 谁啊 厂长 一会儿再说 冷静一点 我怎么不冷静了 你生气发火都是没有意义的 现实就是这样 无耻 我说瑞克 瑞克太无耻了 你的这种愤怒 在这里和在法院 都是没有意义的 气死谁 气死人不常理 你是故意来激怒我的是吧 我来只是想告诉你个常识 当你面临这种无耻的诉讼的时候 你要学会如何让自己活下来 让工厂活下来 气死你有用吗 对 厂长 一会儿再说 沐建峰 整个华雅的命运在你身上 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 怎么了 那个银行的人来了 张秘书 请 您好 牟厂长 对不起 打扰您了 是我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请坐 不用了 我今天来 主要是来催终止协议的 根据有关规定 我们必须终止 和华耀的合作了 对不起了 不是 如果你们现在 银行马上就给华耀 断贷的话 那等于直接就判 华耀死刑了呀 你们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这次的合作 牵扯到了国际诉讼 我们银行没有办法 逾越法律来帮助你们了 不过 如果你们能赢得 这次的官司的话 我想 我们银行还是会 全力支持华耀的 你们这些银行 你们这些银行 真的是死了 真的是死了 中国有句成语叫 叫落井下石 浮地抽薪 血烧加霜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官司还没有打完 这家企业之道 啊 你们去老孙那儿 把文件整理好 把签 行 张立川 请 对不起了 穆尝尝 David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那你们只能去求郭东海了 如果他愿意庭外和解的话 他是不会和解的 他的目的 就是要让华耀死 今天走到这步 不达目的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个官司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瑞克就想悬在华耀头上的 一把剑 只要他们两剑了 我们就必须要跟他们 决于死争 如果你非得要打这张官司 那么你只能 我是说你只能 通过其他的方法 去找资金支持了 比如呢 比如你找到新的合作伙伴 他愿意出资 帮你把官司打完就可以 是啊 你知道 你 Layup 我去苦 worker 你不是一样的人 你怎么可能 是啊 变成了 你现在了 应该去 啊 你不得要 我健康在她的时候 如果一步 而且去 DYU雅 谢谢大夫 够哥们 你如果都叫我哥们了 那我只能说 一不容辞 钱的事呢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我找人磕头去 肯定能磕回来 我又不止你一个哥们 好久不见 是啊 小智子没跟您聊聊了 听你的语气 应该是好多了 没错 我这好多了 没什么问题 我今天找您吧 其实就是想跟您 聊聊别人啊 你想替别人咨询 吸引你的问题是吗 我是想问的 我想咨询咨询你 看看您能不能帮我 分析一下 我有一个朋友 这还要跟您直说吧 就是我一直跟您提的 那个 一个女人 怎么了 你等一下啊 干什么呀 我不跟你说过了 这是很重要的事 没我命令 不许见了 出去 有个叫沐建峰 在你找您 他在干什么 不见 出去 好 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咱们接着说 对不起 对不起 封总没有时间 前前后后 我跟您说了 您别这么出进来呀 您别进 不 您 您别这么出 干什么吃的 怎么把人放进来了 闯什么着 怎么着 你就那么不想见我呀 我还就不想见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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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吗 行 那我说几句话 说完就走人 没时间 叫沐总哥 你这个人还真是有点不讲道理啊 我跟你我讲什么道理 那我就索性把话说开了吧 你到底对我是有仇还是有怨 就看不上你 这条够不够 够 那还不走 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 我可以走 但是我在走之前 一定要把我想说的话 都给说清楚了 我是来求你帮忙的 我能走的路已经没几条了 我能找的人 能帮我的人也没几个了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求你 动动手 帮我一个忙 我那个场 几百号人 包括我自己 必须要度过这个难关 说白了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问你借钱的 小时 把门关上 是 方总 其实你今天来我挺意外的 还来跟我谈生意 不过挺好 能聊 但是我想知道 你是生意人吗 我确实觉得自己不像个生意人 但是你完全可以把这个 当作一桩生意难做 我相信你帮华耀度过这一关 你自己也不会吃亏 今天你来找我 是来求我的 对吗 是 跟你直说 你们华耀厂 跟这个瑞克 这个官司啊 赢不了 你前前后后怎么弄的这个工厂 怎么成功 怎么失败 怎么借的高利贷 我都知道 但是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 为了一个破厂 弄得妻离子散 不忍不归 干嘛呀 现在跟人家资本巨额对着干 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跟我说什么信念责任 在我看来都是扯淡 有没有那样人 没有 至少我没见过 他还真是那样的人 从我第一天认识他开始 他就是那样的人 龙大夫 我们现在的谈话 不属于心理咨询 方老板 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听他 喂 喂 喂 不是瞧不起你啊 你现在这就是鸡蛋碰石头 那我就做一个假设 假设 我完蛋了 我要死了 那么在冯总的眼里边 是不是就是死掉了一个 跟虾米一样的小厂呢 那要是什么呢 我死不足惜 但是像你嘴里 瑞克这样的资本大鳄 吃完了像我们这样的小厂 之后干什么呢 难道会跟像冯总一样的 国内资本 品分秋色 相敬如宾吗 这跟我争什么呢 他们既然张开了嘴 我相信他们要吃掉的 不只是一个厂 只不过他们想要拿我试一试 中国人会不会眼看着自己的企业 被外资不择手段的侵吞 而国内资本羞输旁观 你不敢帮我 你不敢帮我 行 瑞克如此颠倒灰败都能给赢的话 他们还有什么不敢的 当他们挑战了法律 挑战了商业准则 当他们看清了中国人的各自为盈 我沐建峰把话撂在这儿 冯总 你也走不远 等等 你是想说唇王齿痕 冯总 才把什么时候唇齿相移过 我让你等等 你这是求救的姿态吗 我也只是想提醒你 当我站在绝路上 你那边也不会是一路平安 小时 冯总 吵饿了 我马上去准备 我也吵饿了 我说我要管你饭吗 这又是谁 冯总是吧 我就是你网上的心理医生 我叫王健云 刚才我上网的地方 碰巧 比你家很紧 是啊 对 呃 大俳倫 你说有没有她这么傻的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你们俩能坐在一起喝酒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谁想跟他坐在一起 他 他恬不知耻的赖在这儿不走 方公啊 差不多到了啊 那是不行啊 没损够了 虚情假意 你好 喜怒无常 人情寡淡 你是不是找我来帮忙呢 是啊 爱帮就帮 不爱拉倒 有没有你这么借钱的 开眼了吧 建坊 你能到这儿来 是不是打心眼里觉得 冯总并没有表面上看得那么冷酷 对吧 我跟你说啊 干这种傻事的人 不错 啊 只有像他这种什么虎连长能干 错 他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 铁道兵七十一团老虎连连长 大猪 别提我吹牛 是啊 我是没有你竞名 而且我也不是一个会赚钱的生意人 我不是失误 总做傻事 可你呢 你此人做的事连个招呼都不打 我又不是因为看在你不是一个落井下石的人的份上 我今天才不会过来 我听电话怎么这这 你一直盯着我了是吧 我凭什么不盯着你啊 我就算为了益勤我也得盯着你 我得看清楚了你 看清楚了就直不能能我来找我 你这心可真够大 如果建云听出你跟疫情的事一早就告诉我 我今天才不会过来的 早知道你是这么个人 建云 你说有没有他这么借钱的 你答应帮他了 我没答应 你没答应 但是我告诉你啊 冯冯 沐建峰如果不是真的遇到了难处 他是绝不会到这儿的 求你了 他难处多了 这么不实施 值嘛 沐建峰 只要我想做的事情 不管值不值 我得回去做 那没想到 付出的代价这么大对吗 人这一辈子 爸很多事都会想得很清楚 可是到林了一看 满缘北辙 三河 大街 二河 二河 一河 一河 二河 一河 一河 二河 一河 干了 李峰 今天我没白来 你们俩 你是你 那是哪 你们两个都明白了吧 再往下跟我就没关系 这 挺快亮了 是啊 又一天了 太阳照常升起 二位 再见 明天一早 我让小时去见你 有事 明天一早 我让小时去见你 有事 就这么早了 不走干吗 你要留我吃早餐 昨晚上你说的那番话 我可一句都没忘啊 到时候前步到位 我看不起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找冯焕谈点事儿 找冯焕能谈什么事儿啊 出什么问题了 这么说吧 我就想看她为人怎么样 无聊 快点 快点 让小时把我接了 是有什么事儿吗 让我开门见山 叫你来市场告诉你 沐建峰来找我帮忙 他的工厂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答应了 但我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 你会不会怪我 我跟沐建峰 已经离婚了 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跟你也是一样 没有任何关系 帮胡帮他 那是你们男人之间的事儿 我管不着 也怪不着 那我还想知道 他如果真的遇到困难了 你会不会着急 他真的有坎了 你会不会帮他 他要是真的彻底失败了 你会不会难过 说到底我就是想知道 他现在在你心里 到底是什么位置 对啊 坦白讲 你说的这些情绪我都会有 毕竟我们做了十年的夫妻 我们是有感情的 那你为什么要离婚 那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儿 离了婚 他就可以没有顾忌 去干他想干的事儿了 看来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至少和你一样 可以让他继续干他想干的事情 之后来就是说这个吗 要是没有其他的 我先走了 你等一等 对 朝你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 我还想知道 既然你已经离婚了 你后边是什么打算 什么什么打算啊 你真的打算自己一个人 带着小姨过一辈子吗 你的心里还能不能撞下第二个人 我冯焕有没有这个福气 能跟沐建峰一样 在你心里拥有同样的位置 你的前半生我来不及参与 但你的后半生我想和你一起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 因为我已经想好了 因为我已经想好了 用一辈子的时间 去等一个我想要的答案 这么说吧 我压根是看不上沐建峰这个人 什么理想啊 责任啊 在我看来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扯担 可从我认识你朝一勤 我就留心沐建峰了 因为我想看看他是怎么把你给玩儿丢了 这经过事我一点一点看清楚了 他是条汉子 就为了那看起来虚头八脑的东西 千难万苦他挺着 七里子散他受着 他那一个小小的破工厂敢跟跨国资本对着干 他这是找死的干法 我搞不懂他为什么 可现在我懂了 那叫情怀 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帮他 我不知道 还能跟你说些什么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谢谢你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还会有一个人 为赵益勤 做这么多事 谢谢 不用 在你的生活中我出现得太晚了 等到你的接受 可能是对我知道的惩罚 可能是对我知道的惩罚 有些人 注定是等待别人的 而我 注定就是等你的那个人 不会 值得吗 爱 Already 是不问值得 不值得 可以 不幸